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財政預算案就發表了 陳茂波在他這屆政府的任期做了一份預算案 大家的焦點當然自然落在一萬元的電子消費券 怎樣發放 平台怎樣 在什麼情況下拿到 預計怎樣用 但我覺得今天會重點講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政策 就是突然之間宣佈禁止業主 向他的租客 追租 三個月 直到半年 那這些租客是什麼租客呢 他的物業是什麼物業呢主要是說 不是住宅物業 是說 這個店舖的 這個物業 零售的物業 他就列了一個表出來 就是這一類的 消息人士說 包括什麼呢包括這個罰營屋 遊戲機器中心 599F 現在是暫停營業的健身中心美容院等等 包括飲食 零售店舖 幼兒中心幼稚園 私立學校 國際學校 補習學校 興趣班 旅行社的代理 郵輪業務 一堆洗衣業 洗碗業 或者叫做藝術文化界的表演藝術團體 用作營運業務的地方 鮮活複食品批發商業 主要就是 一些零售 或者批發 或者是一些教育 的一些場所 服務行業的場所 就停止 向他們追租三個月 直到半年 也禁止欠租的 如果欠租的業主 就入稟法院告他 也禁止宣佈 這個租客破產 為期最多到半年 這個法例很快要提交立法會 要過法例 是有罰則 如果在星期五就會刊憲 明天刊憲 交他立法會 如果違反這個法例 就會罰 租金的三倍 最少是五萬元 現在 看來似乎 不包含涵蓋寫字樓 涵蓋寫字樓 地產界最緊張的是 是不是涵蓋 商場或者寫字樓 現在未必涵蓋寫字樓 商場算不算 零售店舖 比如在商場裏面有 一間髮型屋 在商場裏面有食肆 一定有 涵蓋寫字樓 這個地產建設商會的周恆主席 建叔 寫了信給陳茂波 澄清 第二 會不會補貼業主 地產界就說 新法例對業主有嚴重影響 希望和陳茂波會面 現在看來新的法例推出之前 沒有和地產界 做任何溝通 以前不是 以前談了很多 現在沒有做任何溝通 就霸出地產界 引起地產界很大的反響 我現在才詳細討論 新的法例或新的措施 其實背後的意義 如何破壞了香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 陳茂波就是這樣說的 當局會盡速立法禁止業主對指定行業 未能預期繳交租金的租戶 終止租約封鋪 申請清盤等等 總之你不可以逼他 措施為期三個月 按需要可以延長 三個月 發生在六個月後 就會自動失效 所謂有個日落條款 金管局和銀行密切溝通 如果有業主因為租金收入減少 影響其還款能力 銀行會彈性處理 現在是非常時期 希望業主 不用法律行動 逼死租客 剛才說了 會受疫情影響的 零售店舖 會有 豁免 不准租 為者最高罰三倍 最少五萬元 現在可能會為及 13萬以上的租戶 政府說暫緩的措施是補中小企業 補住後繼續補就業 租戶有拖沒有欠 如果問及租戶是欠租三至六個月後結業 那怎麼辦 這種情況會不會 出現 當然會 如果結業 我沒有租交 你就告他 港道明政府是不會包底 補償 業主的損失 這個問題 可以從一個很宏觀的角度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香港是 現在的做法算不算是 他強調新加坡也是這樣做 陳華波說不是我們發明來的 新加坡也是這樣做 新加坡是這樣做 新加坡有整體的政策 做完之後現在已經 與病毒共存 看到隧道盡頭的亮光 不讓他追租 一直維持下去 現在的情況會是怎樣 第一 對於 小業主來說 你不要以為 租舖出來給人 那些全部都是 雖然大地產商有 還有很多 小業主 小業主 不只是說住宅 例如我昨天也有說 兩夫妻 並手底足 做足四五十年 儲到錢 不只是買住宅 便宜的 買一間舖也好 發達了 買一間舖 現在黃的地方隨時可以 以千萬計 試試在旺角賣魚蛋 租金 這個 舖值多少錢 但你說不是 普通的 不是那麼旺的地區 買一間舖 收租 和我買的住宅收租 都是很近似 那兩間舖可能只有一個 自住的物業 就是這個舖 是作為他 行常收入的來源 吃飯是靠他 甚至那些舖 有些業主 我先說小型的 大型的地產商 不是我關顧的範圍 他有能力 令到自己 三至六個月收不到租 都不會死 但是小業主 買了之後還在供 那間舖 昨晚也有說 供那間舖 是靠什麼來供 就靠那個租客給的租金來供那間舖 他 三至六個月 沒有錢去供那間舖 或者用自己的谷種來供那間舖 最後 谷種的糧都絕了 你猜銀行會不會call 會不會收那間舖 當然 這個措施我在網上討論 分了兩極 一極就是 小業主 有些食肆 停了 晚市 喊救命 他們 有部分是高興的 有部分是高興的 起碼可以 吊頸休息 我沒有收入 我沒有支出給你 但是很多 食肆的 或者這些賣零售的 老闆是這麼說的 現在不是不用交 誰能夠保證 六個月之後的經濟會好 誰能夠保證六個月之後 這個疫症是完全沒有問題 誰能夠保證 六個月之後那些瘋癲的措施 這個抗疫措施 是會停的 如果 食肆繼續停的話 繼續不能堂食的話 或者晚上 那六個月的租 要一次過交 我豈不是死得人 所以有些人就說 我沒有 我都要逐個月付 那些錢 我付不完 那怎麼辦 前景未明 不知道是否服業 所以 最實際 不是 那些業主 暫停 追收 這個租金 這個租金 而是 最實際 全世界都是這麼說的 就是減租 不是拖租 但是你減不減租 當然政府就不能逼 這個就是市場經濟 如果 那個租客 很多結業的 退回一間店舖給你 那業主要再租出去的話 自然把 租金要降了一格 然後才租出去 在這個情況下 不是一樣的 即是你放在這裡 沒有交租金 就等於 沒有了收入 也沒有了 供這個店舖的 這個錢 他一定要 林林林租出去 除非你的家底是很厚的 除非你 在泰林這個電器倒閉後 在旺國那間店舖 好像長年都沒有租出去 他可能家底很厚 可能中間有些 業權的問題 我不太知道 除非你家底的口套 不然 租出去的 你一定要減租 當你未退租給他的時候 業主也會想 在這個情況下 我不是好心 資本主義不是一定要做好心 我不是好心 而是我看市場經濟 我租給你 你又準時交租的 你不可以 很麻煩的這個租客 我不是租給你 減租也租給你 這就是市場經濟 當然 大家都明白我 弱勢的群體比較關顧 弱勢群體不一定 窮到沒有瓦枝頭才是弱勢群體 有些 舖的小業主 我剛才說兩老做了幾十年 買了一間舖 現在可能繼續供 我用來 收租 我用來 吃飯 我用來供 那間舖的錢 你突然叫我不要 收 收租 我怎樣去過活 我想起這個做法 即 經常都說 鬥地主 是吧 以前中共 入了 拿政權之後 第一次要做的就是 打 土豪 分田地 當然不是打土豪 是殺土豪 分田地 是吧 那些農民是開心到不得了的 因為 他一直都是 租田 我們叫做電農 是吧 被地主剝削 用共產黨的宣傳 收租縣 大家可能上網炒炒 怎樣去宣傳地主 惡霸 土豪 剝削農民 怎樣淒慘他們生活 激勵農民去殺地主 然後拿走田地 這是一個統治的手法 他說自己是 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於是就把土地 集中了 本來是地主手上 只是租給 僱農 現在分了給他們 當然是高興 從而擁護這個政權 我覺得 當然不可以 說是鬥地主 不可以說是殺土豪分田地 未到這個程度 但如果用中國大陸最近的流行工法 叫共同富裕 包裝得很好 共同富裕的意思是 中國仍然貧富 懸殊 雖然他宣稱自己已經是進入小康 還有不知多少億的農民 連收入都是一萬元人民幣以下 有些甚至只有幾千元人民幣 還是一個赤貧的邊緣 為了掩蓋這個事實 就逼 互聯網巨企 電商巨企 把錢 捐出來 於是 捐了錢錢基金 宣稱要共同富裕 是鬥地主的一種方法 鬥富豪 電商巨企的方法 這是習大帝的思想 我覺得這種思想 跟現在 要的 舖的業主 包括大財團 包括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的業主 不收租金三個月 至六個月 做法是同出一次的 背後的理念是一模一樣的 我在想 是極度荒謬 如果你要舒緩 這些中小企 中小微企 包括這些 剪頭髮 美容院 食肆 的問題 徹底解決就是你的抗疫政格 要做得好 不要動一點就封別人 不要動一點就不讓別人營業 香港人 這些行常消費一定會去吃飯 去剪頭髮 去做facial 還有健身等等 這些行常消費 他們肯給的 如果不是疫症搞得那麼和 還有有沒有必要是這樣的 這班人不會陷入困境 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 你要逼迫業主叫他們不要收租 其實 完全是 整個方向是錯了 這個子其一 我就當你 我就當你 現在沒辦法了 因為每天幾千人確診 他不想有這個所謂群聚的情況 就要 刪除這些店舖 我當你沒辦法 你要舒緩 這些中小企 經濟上的眼力 不是逼迫業主叫他們不要收租 因為最終都要付租 最終都要付租給業主 六個月之後又怎樣 你要舒緩他們 就是用方法去補貼這些中小微企 然後 他有一部分錢 拿出來交租 一部分錢用來調住自己的命 其實這才是對頭的方法 你將那個租金累積到 六個月都不用交 然後六個月之後就不該交 牽涉到很多問題 大家不要以為 做業主去收租是很過癮的事 你是大財團就好 他有個法律的部門 清清楚了你不交 我就動你 趕你 告你 但是 普通的平民百姓的業主 很多租霸的 一路長期不交租又不定 間中 胎欠一兩個月又不定 然後怎樣 然後你有沒有律師可以告他 你去租務法庭那裏 是不是那麼容易解決到問題 這是第一 如果他 租完 三到六個月之後 突然告訴你 我不做了 我就欠你六個月租 我不做了 你咬我吃 你就告他 打多久才解決問題 我六個月就不交租 對於這些 小業主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困擾和負擔 現在是否正在行社會主義 我就覺得 陳茂波是討好一些 這些食肆 令到他們會覺得 好呀政府和他做一些事 暫時就舒緩了我們壓力 暫時不用交租 但是 聰明的小業主或者有長遠的小業主 我們不用交租住 有拖無欠 不是不用交那幾個月的租 分別很大的 沒有人知道 六個月之後是不是經濟好 沒有人知道六個月之後的疫症 是完全沒有問題 沒有人知道他會不會繼續封我們舖 與其是這樣 是不是應該 想好一點的方法 令到那個經濟 很快恢復回來 令到這些 活動可以繼續呢 我身處英國我就覺得感覺 就是 看回肥波 在國會裡面說的那些事 他是 他是不停地強調這個方向 Normal life 人民的正常生活 包括這個經濟活動的正常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的政策就是 你 疫症 發展到今天他有一個判斷 雖然仍然有幾萬人確診 但是 與病毒共存這個政策 似乎是回不了頭 於是他就朝著開放的方向走 最後令到人民恢復正常的生活 包括經濟活動的正常 這個才是對的政策 這個才是方向對的政策 特區政府 他一方面就是掀死中小企 這些食肆 一方面就叫業主去承擔 他掀死這些食肆 掀死美容院的責任 要業主去承擔 不是由政府的承擔 你可能會說的 政府的承擔不就是我們納稅人承擔 我們那個稅拿出來 是完全兩回事 如果由政府去承擔 雖然這都是稅的錢 都是納稅人給的錢 但是是全民去做這件事 全民去承擔政府的錯誤政策 我覺得都已經很不公平了 但是現在由小業主 大業主也好 去承擔政府的錯誤政策 是更加不公平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他是想討好一些租客 食肆美容院的租客 但是我告訴他 是完全做不到這個效果 是懂得其反 更加得罪了另一班人 為什麼這麼蠢的政策 都會推出來 我覺得就是因為他要響應 這個中央政府的 共同富裕的這個原則 動 大地產商也好 這個小業主也好 他博得 他爺 對他的垂青 我想整個問題就是這樣 暫時經歷到這裡 我非常非常支持 我深圳有化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是 下期